哦 外山岛啊 大家好 我是Tony 我現在在宜蘭投城的烏石港 今天要搭船前往龜山島 我們是搭9點的班次 現在先到遊客中心去報到 前面是報到處 距離開船時間還有40分鐘 就在附近逛一逛 龜山島的行程 大致是四種組合 我今天是只參加落打跟登島 沒有要爬401高地 因為夏日炎炎 這種天氣去登龜山島山 401高地太辛苦了 對面的建築就是著名的南洋博物館 而這片水池 就是清代烏石港遺址 我們準備要登船啦 烏石港距離龜山島大約10公里 航行25分鐘 不過我們整個行程大約3個小時 船上有三個地方 有提供新美洲洞 港內風情浪靜 一出港就要搭浪了 小朋友都跑光了 剛好可以拍 游海游海浪 風聚而成了一條艱難的綠石灘 所以它受到海量的拍檔會產生位移的 岩壁上面有的標寶 我們看到 那裡有人在揮手都看到 等一下你就會發覺喔 它脖子撐出來了 現在不是頭而已 來 牛奶海到了 你們要看到牛奶海這個就是 有沒有看到黃色泡泡 這個都是硫� 你看都是硫� 有沒有看到海水顏色截然不同 原來大海的顏色是深墨綠色的 那它跟這種硫磺體化學變化以後 就變成這種乳白色的 然後我們呢 八景的龜岩殘壁 就是我們龜山島南邊的整個地貌性觀 南邊的地貌性觀 因為這邊的石頭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那邊的是不一樣 那邊的叫做火山對血鹽 這裡有很濃的硫磺味 所以咧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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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石頭 有輕鬆的左邊 有一點小小的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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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鹽壁下來有海蝕豆 龜山島是兩座火山會形成的 淡淡臭臭的 好臭臭的齁 龜手 龜甲 各一座 好 越來越濃的 好 越來越濃的齁 喔 龜王味越來越濃的 那我們咧 八景之手的龜山昭日啊 是以後衛的方式呢 來觀賞日出的齁 新海平面那個地方 有一股白色的煙冒起來 那個就是我們八景之一的 龜島黃煙 龜島黃煙啦齁 那你要另外申請 你們今天沒有要去那一個地方 去那個地方接不到你喔 轉過來就可以看得到 同學在指這個三角形的這個有沒有 這是最上烏龜的角度 龜山島是五黃色的 這邊咧 平成龜綠色的 貴港鐵都看得到 過天水的都比較貴喔 這個好難貝 那是龍蝦洞 它附近的地方在哪裡 看有點重 這裡有兩個海蝦洞有沒有看到 這個海蝦洞呢 往山坡上看 有看到這個溫氏 你們當喔 這是包船來由龜山島 不要跟我乾的混在一起 我們船隻即將提搏在龜綠的北岸碼頭 你們所有的包包都要帶一下船 來我們往下來 誰的包帶走 誰的包帶走 他以我們坐那一台就好 這是龜綠的軟石長尾灘 長1.1公里 我會就只能走到這裡 遊客止步 人生第一次造訪龜山島 剛剛過程非常的狼狽 讓我想起當年從馬公到旺安 搭船 吐得一塌糊塗的情景 我們在這邊 航程不長 這是龜山島遊客中心 這邊有一批遊客是要登401高地的 我們是只有遊島 所以待會兒會參觀一下龜山島的舊聚落 龜綠湖 我們預定停留一個小時 可以跟團走也可以自己走 這裡有黃湖步道 軍事坑道 這間廟是普陀岩 早期的龜南宮 現在龜南宮已經遷移到大溪的忍者社區了 龜山島故事 龜山島故事 剛才這個東西在場面 脫節房子很多 後來就打掉電訓練場地 那大概是097年 剛剛開場的時候 現在早上還會因為每年的一些改變 然後有一些設施在使 好玩喔 Number 3 對 這間廟很好街 很有歐山島的新墻 我大眼鏡 摔牙 �錄像島 有大眼鏡 很有區諒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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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山島全盛時期 有居民700人 拱南宮 現在的普陀岩 這是歸山島的舊聚落 這棟是比較有錢人住的 軟石氣躁的屋牆 這是黃湖步道 明家庭 前面是歸山國小舊子 縣圍海巡屬營區 歸山國民小學 因歸山島居民千村而廢校 島孤人不孤 軍事坑道 主要坑道高3.5公尺 寬3公尺 這邊的軍事坑道沒有開放 這是一號九零炮陣地 是美國製造的MIAI-4 九零公尼高射炮 大約使用於民國四十年代初期 繼續步行黃湖步道 繼續步行黃湖步道 這裡有湖岸觀景平台 這是歸山島的冷泉 我們回到普陀岩了 拱南宮建於清光緒十一年 民國六十八年 簽建於大西仁澤青村 原有舊廟改為普陀岩 祖士觀世音菩薩 拱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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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 這是新漁船 船上掛門的大漁旗 三個小時的龜山島行程 一下子就過去了 真的覺得意有未盡 那我們今天的龜山島 繞島登島之旅 就在這邊結束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 有本次龜山島旅行路線的 Google地圖網址連結 歡迎您點選網址 打開地圖 作為旅行的參考 再次這個三角形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我們叫做龜坚 又叫做大金山 開一張 進一張 那裡 歸